一天我早就在休息 旁邊不要有聲音囉 我很嚴肅再講一個笑話 我喜歡籃球嘛 打籃球我幾個廟傳流個汗 我很開心 那有個大學生跑過來說 阿伯 三對三 差一個 我看了看他 好 打完了以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下次叫我叔叔就好 不要叫到阿伯 可以嗎 後來他就不好意思 對不起 叔叔 後來聊一聊 知道我是誰了 後來叫我捷哥 還是會在意耶 因為被人家叫老 你知道嗎 叫阿伯 叫阿伯 我也很風趣地化解了 OK 叫到叔叔就好 不好笑 不是啦 不是 捷哥剛剛這是 已經講完了 我們還沒有聽到笑點啊